接下來的話 這個有關Android Studio 相關的細節部分 比如說怎麼樣去開啟專案與執行 剛剛我們有試過了 再來就是Android專案的資料夾結構 那實際上你們可以 剛剛有個存檔目錄 你可以在存檔目錄裡面看一下 裡面就是我們有那些東西 那主要的話 程式跟資料是分開的 它是分在不同的資料夾裡面 另外什麼叫版面的配置檔 實際上就是Layout 這個Layout的話裡面一定是一個XML的檔案 預設的話一定叫什麼 ActivityMan 那個就是一個XML的檔案 那還有啟動檔案我們的Activity 所以基本上會有這些東西 那首先的話怎麼樣建立專案 其實你會發現在File裡面New Project 就是下一步下一步 我們就把這些東西把它建立起來 那裡面當然還有其他的 New Module 一個Import 你也可以從外部Import OK還有Import Sample 等等的相關的功能 或者你可以開啟 那在書裡面的話 當然有一些已經做好的那個Sample檔 你也可以去做開啟Open的動作 那也就是說如果你將來做好的專案檔 假如說你把它關掉之後 你也可以透過Open的方式去把它打開 那你可以OpenFile Project 這個裡面就找到你放的位置 那可以把它開起來之後做後續的動作 另外的話你也可以去Import Sample 這個Sample檔可以再做一些練習 那比如說這個地方 它裡面有一些屬性 可能要去做一些修改 OK 那比較重要的再來來看一下 再來就是有關 在時機 這裡所謂時機部分的話 指的就是你的手機 那如果說你今天希望 能夠在你的手機上面Run 而不是在模擬器 像有些同學剛剛 在輸出的時候 它程式都沒有問題 但是打包之後丟 找不到模擬器 那如果找不到模擬器 另外一個方法 你可以用你的手機去做什麼呢 做測試 也許你可以把HoloWord 直接轉到你的手機裡面 不過轉到你的手機 我講過至少第一個 前面你的那個驅動程式一定要灌 第二個可能你要去做什麼是 這個安全性 裡面有個位置來源 那這個安全性 可能不同手機名稱不一定叫安全性 好像有的手機叫什麼 每一支手機這個名稱稍微不同 但是這個位置來源 或者有的叫做什麼 什麼什麼 另外一個名稱吧 反正就類似像這種 你一定要什麼 這個要打勾 它可以安裝 那後來之前有同學是 這些都做了 Drive也慣了 位置來源也弄了 但是還是傳不過來 為什麼 因為這個東西 這個什麼 開發人員選項 它沒有啟動 不過特別注意喔 在Android 4.4以後的版本吧 它那個開發人員的選項 已經變隱藏版了 那所謂的隱藏版是什麼 就是說呢 它不會讓你知道放哪裡 它還有機關的 那個機關是在哪裡呢 在那個設定裡面 每一台手機還要不太一樣喔 在那個設計裡面喔 有一個什麼關於手機 而且我記得好像什麼 關於手機的版本上面喔 你要快速按幾下 按10下吧 還是按7下 它那個隱藏版功能才會打開來 你們可以找一下 每隻手機都不太一樣喔 很有趣喔 最後你才會有一個開發人員選項 那你要把什麼呢 那個 USB除錯這個功能要打勾 如果你沒打勾的話 你也不能做這一件 所以在實際上測試喔 早期的手機是沒有問題啦 新版的手機它安全性很麻煩 那每一隻手機很奇怪 它叫什麼 版本號碼上面呢 快速點擊幾下 10下還是11下 忘記了 7下喔 版本號碼按7下喔 我剛剛才覺得 你是不是在開玩笑 後來躲針按了7 突然蹦出那個開發人員選項了 所以你們可以找找看 每一隻手機好像稍有不同 要按7下喔 是不是 版本號碼上面 OK喔 所以自己找一下 開發人員選項才可以喔 因為之前有同學就是 他試了半天 Driver也慣了 位置來源也做了 但是因為這個東西 USB除錯沒開 所以就沒辦法做這件事情 這個可能要稍微讓同學知道一下 不然有些同學喔 發現奇怪怎麼不行喔 那再來的話呢 你就可以把你的東西在 就是傳遞 其實傳遞過來喔 除了說可以按下那個play鍵之外 你可以從Tool這邊Android 直接傳到AVD 有沒有 這叫Android的Device的Monitor OK 然後其他的話 類似像這邊喔 那 這個Delete選項應該比較 但是把它刪除掉 那再來的話 有關那個Android專案的資料夾結構 我們剛剛主要會用到一個專案名稱 比如說我們剛剛就Hello World 然後呢 那只要是程式部分喔 都是放在Java這個目錄裡面 那Resource RES就是Resource Resource它當然對應到就是 你如果放一些Layout 它會對應到一個R檔 這個大R檔實際上就是登錄檔 裡面有什麼東西 它會在這個大R檔裡面去登錄 但是這個大R檔是自動產生的 自動幫你編號 所以基本上不要去動它 它在裡面你可以找一下啦 然後在某個結構裡面你可以找 那另外如果說你那個Jobbo 假設你要放圖的話 你也可以從外部用複製貼上 把圖放進來 不過特別注意 放圖的時候那個圖檔名稱 特別注意 還有一些問題的 這個圖檔名稱 你記得就是說圖檔名稱的命名 第一個 你不能用數字開頭 第二個 你不能是英文大寫開頭 所以你一定要是英文的小寫 所以我通常 我懶得記 我就叫PIC好了 Picture 01 Picture 02 那你把它 就是要放進來 你就複製貼過來 那你這個資料夾裡面就有圖檔 OK Layout就放一些 我們相關的XML檔案 那Menu的話 就是將來 你按下那個Menu鍵 因為在Android裡面有Menu鍵 按下Menu鍵它會跳Menu 讓你去選取進階的內容 那其他還有像一個Values 這個Values目前還用不到 有一些相關的那個外部的相關的文字 比如說這個專案App的名稱 或者是說將來你可能要放一些 預設已經存在的字串 那個字串 如果你放在變數裡面 它會消失 那如果要永久性儲存的話 你可以放在Value裡面 不過是小量資料 如果你大量資料的話 你可以放在那個所謂的Database裡面 OK 這個後面我們還在提到 其實這邊好像還少一個資料夾 叫 Assets 不過後面可能在Eclipse會自己加 但是Android Studio不會加 Assets 加S 這個Assets 這裡面的話就是說 如果你相關的 像我們外部的有一些 比如說網站 像我之前用過像什麼 JQ Mobile的網站 可以把它放在這裡 然後開就從裡面去開 或者一些資料庫 檔案 或者是TST的檔案 CSV的檔案 都可以丟在這裡 然後我們可以再透過什麼 透過我們Android的程式 去把它撈過來 所以後面像很多練習 我們有些文字檔案 外部要匯入一些檔案 到資料庫的話 也可以預先放在Assets裡面 大概後面還會再提到類似的東西 那相關的東西概念 我想稍微講 Manifest檔 這個是Android裡面的設定檔 那裡面大概會設定這些東西 不過剛開始 暫時還不會用到 什麼時候會用到呢 可能後面會用到兩個時間點 第一個 如果你的畫面不只一個 就是兩個以上的話 那如果你有第二個Activity 產生第二個畫面的時候 那你必須在這邊註冊 這個登錄檔裡面 你要登記第二個 第三個 第四個Activity 就是你有很多畫面的話 要登記 第二個是說 你有一些相關的什麼 使用權限 比如說你會用到GPS 或者是Wi-Fi 或者是一些外部的 一些Device的設定的話 也都會在Manifest裡面做設定 不然的話 你假如說 比如說你要連上網路 它有Internet的權限 如果你沒有在這邊設定那個 Internet的那個使用權限的話 那網路就連不上去了 OK 所以這個地方有個 所謂的Android的Manifest檔 你們在那個專案底下應該會看到 那另外Java 這個剛剛我們講過 那個Java的程式都放在這裡 所以未來你的 預設是一個MainActivity 不過未來的話 會有很多個Activity 會放在這邊 可能第一個叫MainActivity 第二個叫什麼 Activity2 或者是Second Activity 反正就是第二個 第三個、第四個 或者是說你有很多的 這個所謂的類別 其他外部類別 你也可以把它放在這裡 像後面我們就有一個範例 因為那個 我們如果要載入圖檔 那圖檔的那個叫做Image View 它預設不能放大縮小 可是如果說你今天要放大縮小的話 怎麼辦 自己寫嗎 其實很困難 所以其實網路上 或者書裡面 都有幫你寫好的東西 它通常會給你一個是Class 一個應該是Java檔 一個點Java的檔案 那如果說你要拿來用的話 你可以把那個點Java檔 複製貼到這裡面來 那你就有具備放大縮小的功能 OK 那個部分其實不用重寫 那怎麼做 後面我們還要再提一下 那其他的話還有像 在RES裡面有Jobo 我剛剛有提過 你圖檔可以放過來 那這個圖檔裡面可能還牽涉到未來 如果你要上架到那個Google Play商店的話 那每一個icon你可能要做 那icon它有分了好幾個size 非常多 36乘36 48乘48 72乘72 96乘一直往下 好多圖 所以這個部分就是要通通放在這裡 就是有很多icon的圖 然後還有外部的相關的圖檔 那至於這解析度該怎麼放 各位不用擔心 未來我有整理出來 因為我上架之前 我有先把它拍照 因為我想說那個 就會把整個上架流程的畫面 再給各位參考 反正你就依循著做就可以了 如果你要上架的話 就照著做 其實就很快可以上架到Google Play商店裡面 那其他還有layout 我剛剛講過 你裡面可以放什麼 最少會有個activity demand 那如果說你將來 如果要有第二個畫面 比如說你要切過去 那你可以第二個 第二個就是layout 那另外還有就是說 將來還會除了放那個畫面之外 還會需要做一些板型 所謂的板型就是說 因為像那個list view 那個清單裡面 它的概念是 一定會要先一個板型 再把板型放上去 所以也會需要做一些板型的動作 也是一樣放在這個layout裡面 這個後面還會再提到 那還有這個menu有沒有 這邊有這樣 menu在這裡 你點擊它有沒有 三點點 點下去一個清單出來 裡面大概只有一個 不過你可以做很多個 這個叫menu 或者你按那個android裡面有menu鍵 也會顯示出來 類似像這些東西 還有那個value部分 可以放stream 自傳放這裡 那剛剛有同學 有提到一個所謂的多國語系 有沒有 其實多國語系就是在這裡做動作 比如說你今天希望 你的app 在繁體環境顯示繁體 在簡體環境顯示簡體 日語 韓語 英語 全世界語系 因為如果說你只有繁體的話 那別的國家看到 當然你只能在 就看到會怪怪的 他也不知道 沒辦法用嘛 所以如果你要全世界都通的話 那你可以在這個地方做動作 多國語系部分 後面我們還有範例會教各位 怎麼樣做多國語系部分 那這個是Grandall的script 這個是管理我們這個android的 通常不要去動它 它背後其實就是這個東西 Grandall幫我們做一些事情 那跟Eclipse不太一樣 那其實版面配置等等 我想這邊 各位可以後面再稍微看一下 那版面配置呢 預設是叫relative layout 不過特別注意 這個relative layout 其實真的不太好用 所謂relative是相對的 也是你上面那個對齊 下面的再對上一個 下面再對上面 可是有時候怎麼樣 不小心上面都亂掉 掉一下位置 底下哇一串 全都亂掉了 非常難用 所以之後 如果我們要排版的話 我建議你改成這個 叫linear layout 因為剛開始我們的版面 版型都不是很複雜 所以我比較建議 你可以暫時用linear layout 所謂linear就是線性的 那線性的可以向下 也可以向右 就是有可以水平的 橫向的 也可以垂直的 其實比較好排 再不然的話 你可以用第二種 叫做table layout 那table顧名思義嘛 就是用表格的方式 先排一個大框框 那裡面的話 再加一列 再加一列 這樣會比較好排啊 那其實你會想說 那為什麼這麼麻煩啊 這個 layout 原因很簡單 因為它是一個XML XML只能做這些事情 因為XML本來就不能做太複雜的版型架構 因為它不像HTML 裡面還有那個什麼呢 很多其他的框框 像DIV 你可以用DIV去做很多事情 但是這裡面沒有DIV 所以很多的版型是排不出來的 我覺得這個也是 Android的那個APP的一個弱點 用XML排版 那未來有沒有可能改成其他的 當然我覺得也有可能 不過也許目前現階段看起來 是還沒有怎麼樣的動作去做改變 那其他的話 Test View 這剛剛用過 所以其他部分的話 各位可以稍微看一下 那至於什麼叫Activity 後面在第九章裡面呢 有個完整的說明 會了解什麼叫Activity 它的生命週期 怎麼去運行 那這個部分的話 我想各位稍微看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其他的部分呢 可能在一些更詳細的說明 請各位還是參考一下 我們這本書的第二章部分 今天主要是 我想目標大概就是把第一章跟第二章 稍微開個頭 那還有很多細節部分 當然我們不太可能 具細謎跟各位說明 至少如果你有時間的話 你可以把前兩章稍微看一下 那再來第三章就是基本原件的介紹 我們就是把那個基本原件 拿來一個一個使用看看 讓你們看看喔